什么字字点呢,就是这个 后面的这个字点啊,这两个历史等会我们再做 还有两个什么呢 这个时钟和什么 是倒计时的例子,我们以后再说啊 那么趁机我们来把这个例子说一下 就是这个变量作用域啊 变量作用域的话 那么我们的变量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什么 变量作用域是指变量的作用范围是吧 那么的话我们的加速里面怎么样 有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 这个说法是吧,拍摄里面也一样吧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大家还记得吧 是吧,那么全局变量是什么呢 就是在函数之外定义的变量 是吧,这个变量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什么 其他的函数可以公用吧 其他函数可以公用,为整个页面所公用 是吧,那么函数 内部定义的变量的话 外部是无法访问的,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函数内部 函数内部和外部都可访问的 这是指全局变量 局部变量是什么呢,就是指我们函数 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是吧 那么只能在函数内部使用,是吧 外部是无法访问的 这个就是局部变量 好,那么的话 刚才我们做的这个例子是什么呀呢 实际上是这几个变量 这几个变量,看见没有,是吧 这几个比如说 I left,I speed和I long speed,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在这个函数里面的局部变量吧 这是不是个函数啊 这是这个函数啊,是吧 所以说这个是,这个变量的话 在这个里面是可以什么呀 为其他函数所公用吧,是吧 啊,公用啊 比如说这个I speed 这个I speed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改它,是吧 这里改过,是吧 这里也改了吧 啊,这里也改了 改完之后怎么样 其他地方就公用这个变量吧 是这样的啊,好 比如说这个I long speed 我在这里先定义一个,是吧 定义一个之后的话 它就相当于 在这个区间之内是一个全局变量,是吧 那么这里定义了它是零啊 好,我在这里改了 这里改了之后怎么样 就其他地方就什么呢 就其他地方就公用,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样 直接可以获取它改的值吧 是吧 不论是零 现在把它负值给它啊 那么它就怎么样呢 就可以存这个值,是吧 再负负值回给这个I speed的啊 好,这是关于这个变量,是吧 好,我们呢 还是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几个 这几个变量类型啊 比如说拿一个 001啊 这个是 变量啊 变量的作用域,是吧 变量 变量的作用域,是吧 点HTML啊 好,变量作用域,是吧 变量作用域,是吧 变量作用域啊 好,那么变量作用域是什么回事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变量,是吧 那么是有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说法啊 好,比如说我在这个标签里面 我定义一个变量,是吧 画一个什么呢 I run,是吧 I run的话 01啊 等于什么呢 等于12 好,这样一个变量,是吧 这个变量啊 好,接着的话我来 再来做一下 比如说我来 再来定义一个什么呢 函数,是吧 比如说 Function Function 比如说是 My alert 是吧 My alert 这个函数是干嘛呢 这个函数里面也会定义变量 比如说我定义什么 我也定义这个 挂一个什么呢 I run 01啊 叫等于什么呢 24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来什么呢 啊 比如说 Alert 一个弹出一个什么呢 弹出一个 I run 01 是这样的 I run 01啊 看一下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弹出是多少 是吧 弹出多少啊 好 比如说 My alert 是这样的啊 调用它 是这样的啊 调用它啊 好 调用它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来 运行一下 是吧 那么它弹出的是24吧 是吧 弹出24啊 那么这个时候 为什么弹出是24呢 为什么是24呢 就因为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函数里面怎么样 它去找一个变量啊 比如说这个变量 它现在要调用吧 是吧 调用这个变量啊 它会在现在 它的内部找 没有没有 现在内部找吧 好 内部找 找完之后 然后如果找到的话 就用它内部的 没有没有 找到的话 就是它内部的啊 如果没找到的话 它就去全局找啊 我们说这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 函数外面定义的变量吧 这个是一个全局变量啊 好 假设说这个地方 我怎么样 我这个注调 我没有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看一下调用的是什么 这是12吧 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啊 好 这个就是12吧 是吧 12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啊 假设说 我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啊 好 这里面再定一个啊 挖一个什么呢 这个I run02啊 I run02啊 假设就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36吧 这样一个是吧 等于36啊 好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是我们什么 是我们这个函数内部定义的 是吧 函数内部定义的啊 函数内部定义的话 我在外面调用它 看怎么调用 是吧 比如说这里面啊 好 这里面先是这个啊 比如说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I run02 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弹出来啊 弹出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先弹出的是什么呢 先弹出的是这个是吧 弹出12啊 好 先弹出这个12吧 是吧 接着是什么呢 接着是什么都没有啊 相当于是出错了 就崩了 是吧 看一下啊 崩了啊 就是说 它什么呢 它就报错吧 报什么错呢 就是这个I run02 没有定义 是这样的啊 没有定义啊 它就找不到这个 什么呢 I run02吧 就是说 它在这个区间之内啊 在这个区间之内 它应该是去找全局变量啊 全局变量里面 没有一个I run02吧 是这样的啊 这个I run02 是在什么呢 是在函数内部定义的 是吧 就是这个是个局部变量 是吧 好 这是函数外部定义的啊 好 这个是 函数外部 外部定义的 是全局变量啊 好 函数外部定义的 是全局变量吧 是吧 这是函数内部定义的啊 这是函数内部定义的 函数内部啊 函数内部定义 的是局部变量啊 变量 好 那么的话 就是这个的话 全局变量的话 是什么 呃 什么 就是 呃 其他是吧 其他地方都可以访问吧 是吧 这是 呃 这个是函数 函数内部 和外部都可以访问 是吧 外部 都可以访问 是吧 函数内部和外部都可以访问吧 是吧 这个函数内部定义的是局部变量怎么样呢 就是 函数内部可以访问 是吧 函数内部 啊 可以访问啊 可以访问 外部是不能访问的 是吧 外部 外部不能访问 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呃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 这第一点啊 好 第二点还有什么呢 就是什么 这个是出错啊 出错 出错吧 好 好 第二点还有什么呢 既然你这个什么呢 这个全局变量是什么 函数内部和外部都可以访问 是吧 那么的话 我是不是每个函数都可以 都可以访问 还可以什么 还可以修改它 是吧 假如说这个地方我改一下 是吧 我把这个函数呢 把它加一下 是吧 比如说我在这里啊 比如我在这里 i-lum i-lum01是吧 i-lum01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什么 假如说是 加 等于一个什么呢 加等于一个什么呢 十吧 加个十是这样的啊 加个十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啊 我在这个函数里面 是不是改了它啊 改它之后 那么什么呢 Python里面好像不能这样吧 Python里面是不是要用什么 一个什么 global 跟它声明一下 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们这个 加十是可以直接改的啊 加十是可以直接改的啊 好 改完之后的话 比如说啊 我再定一个函数啊 比如说 方个选是吧 方个选怎么样呢 然后是这个是 myalert02 是这样的啊 alert 假设是02吧 02是吧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也谈一下这个什么呢 i-lum01吧 是吧 谈i-lum01啊 好 比如说 alert一个什么呢 i-lum01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好 那么的话 我是先什么呢 先调用它啊 先调用它 再调用它 大家看一下啊 myalert02 是不是调用啊 好 先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怎么样 它就什么 它就弹出一个i-lum01吧 是吧 但是它弹出i-lum01的同时 它还会怎么样 做这两件事情吧 做这两件事情啊 好 所以说 它再弹i-lum01的话 看一下 是吧 好 那么先谈出这个22 是吧 22的话是 哦 放在这里吧 放这里 不可以啊 放在这里啊 好 关掉啊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啊 那么新应该是弹出什么 12吧 12是在这里是吧 先弹出12在这里啊 然后它会做这件事情是吧 做这件事情啊 把这个全局变量给它加个10吧 加个10加到这里来啊 好 接着怎么样 接着再确定的时候 只要再弹出什么 22吧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吧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全局变量给改了 是吧 给改了 改完之后 然后我再用第二个函数来调用的时候怎么样 它就弹出22吧 是这样的啊 就这个问题啊 好 所以说这个全局变量怎么样 就是 如果说没有拍审那种机制的话 在我们什么 加上师傅里面用的时候 是不是有点危险的 就比较危险的 就是说哪个地方改的时候 是不是全改了 啊 这是全局变量啊 那么我们是这么用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全局变量用的时候啊 全局变量用的时候啊 用的时候的话就是要小心了就是说一个地方改了之后其他地方都变了是吧 都变了 然后的话就是呃就是要什么 可以覆盖它啊 如果有时候怎么样 我重新定义一次是不是也会覆盖掉啊 比如说我在其他地方定义一个函数是吧 是不是也会覆盖掉它 是吧 那么这个也是什么呢 也是容易出现的问题啊 我们后面会为什么呢 会有方法来应对这种策略的啊 好 重复定义啊 那么后面的 后面的会覆盖是吧 覆盖前面的 前面的字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一个字字点是吧 这个字字点的话就是我们刚刚用的这个什么呢 刚刚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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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里面啊 这个例子里面啊 好 刚刚再说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 这些变量啊 这个变量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属于这个函数里面的什么呢 变量吧 看见没有 我们整理这个变量怎么样 是不是在这个 在这个方格显里面 是这样的 这个方格显是一个匿名函数吧 匿名函数它也是函数 所以说它相当于是什么呢 这几个变量相当于是在这个什么 这个函数里面的什么 局部变量吧 局部变量啊 那么的话 这个局部变量我可以怎么样 我在这里面这个函数里面怎么样 是可以访问的吧 比如说这个moving是吧 是在这个方格显里面定义的吧 这个方格显里面定义啊 它是可以访问的 比如说这个 i speed或者i left 是不是这样呢 都可以访问啊 都可以访问 好 那么如果说这几个变量是吧 我在外面来调用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来调用啊 在这里我来调用一个变量 这个是不是 就不行了 在这个地方啊 我调用一个 调用一个这个什么呢 i left 是吧 i left 好在这里 这里可不可以啊 这里肯定是不行的啊 好来看一下啊 好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出错了 出错是吧 i left 也是load defined的吧 是吧 i left 好 但是程序没崩 它还是可以运行是吧 上面可以运行啊 下面这个地方出错了 因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怎么 它在什么 可以理解为什么 花括号里面吗 这些变量在这个花括号里面啊 在这个花括里面 我们外面这个地方是防不了了 是吧 所以说导致它出错了啊 好 这是关于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啊 那你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我们函数里面定义的一个变量 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函数里面的一个全局变量 可别这么说啊 是吧 它在这个函数里面相当于它是一个全局变量 你在这个函数里面任意用是没问题的 也可以任意改吧 如果我在函数外面去用它或者改它 就是做不到了 是吧 在这个函数里面 它相当于在这个函数里面 也是一个全局变量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变量的作用域啊 那么变量作用域的话 这个东西也是 也是会啊 面试者也是会考的啊 也是会考的啊 就是要你说出这个作用域的这个定义啊 变量作用域的定义啊 什么是变量作用域 是吧 那你就说一下 变量作用域就是变量的作用范围 是吧 那么它分为什么全局和局部 是吧 全局的话就是就是这些属性是吧 好 局部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什么 就是内部定义的外部无法访问 那么大概这样说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关于这个什么呢 像这种题目也是会经常出的啊 就是会出一个这样这种题目 然后让你什么呢 猜一下或者是写出来 这个地方弹出的是什么 是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弹出的是什么 是吧 那你写一下啊 好 关于这种 那么会出这种面试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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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